张华县111学年度成教班 新著名试字班及补校优秀学员表扬典礼 即乐龄学习成果展 19日上午在补兴国小活动中心举行 县长王惠美颁奖表扬114名机优学员 并感谢老师们的用心 让长辈快乐学习增进身心健康 成人试字班怎么样消弭我们的补试字 让不试字的比率逐年的下降 那县政府每年都开设非常多的班级 包括我们新著名有21班 我们的补教国小有8班 还有我们的基础课程也有9班 那总共在这一波里面上课的有690多个学员 那今天针对他们比如说印笔字朗读等等的一个比赛来颁奖 那同时呢在各个学校里面那个认真机忧的也一并利用这个时候来做一下鼓励 那现场呢有他们呢在上课里面的一些静态的动态的一些相关的一些的展览跟表演 那同时也有他们比赛获得这个很好假期的一些作品展 那在这边再次的谢谢我们的老师们大家的一个用心 那也让透过这样的活动让我们学习的学员有一个表现的一个空间 同时呢我们有班安排一些参访的部分 也让这些新住民们能够及早的融入到我们的社会 一起为我们这块美好的土地一起来努力来用心 张宝珍同学他三年前来到我们台湾 然后就马上过来就读和美国小 我们的补校我们的外籍班 然后他本身呢是跟着他的妈妈 他的妈妈一起过来 然后第一次踏上台湾的土地 他就非常的认真 然后从印笔字开始慢慢试 然后到第二年就继续就是继续学习 然后参加朗读的比赛 那去年呢就已经拿到朗读的第二名 然后再接再历今年就荣获第一名这样 实在是他的努力精神是非常非常值得赞赏的 就是我一段又一段就是听老师的录音 然后一直练习这样 然后慢慢的一个字一个字咬字 把它背清楚 感谢县长 举办 长城教育 看图 作文 朗读 硬笔字 硬笔字 三项比赛活动 也感谢 我们报名田中国桥 4次班课程 更感谢指导老师 蔡北方老师 不只辛苦 不只辛苦 有系统的引导 其不断的鼓励 让我们才有更好的信心参加这次的比赛 表扬活动 表扬活动结合乐林学习中心动态表演及静态成果展展现学员们终身学习的轨迹及成效 县府希望透过表扬活动 激励民众踊跃参与终身学习 开展自我潜能成就不同阶段生活的精彩 公运频道林俊明补新采访报导